这是在挑战公权利吗 有名正在网路上PO出了一段影片 一群年轻人18号在新北市卢州区 环堤大道的马路上飙车还没有戴安全帽 警方接获报案之后到场处理 而当中还有年轻人对着警车按喇叭挑衅 10号远警调阅了监视器锁定6名违规骑士 不但要吃上罚则 后续也会被依公共危险罪移送罚版 骑士们没戴安全帽 在路上躺着骑车危险的骑车行为 让人看了捏把冷汗 另外一群年轻人在起点线排好后 三辆机车同时向前冲 路旁以及分隔岛有好多人围观 拿起手机录影起后 这些人直接把大马路当成了赛车场 这条环堤大道它的路比较宽 路够宽 然后也很长也很直 在这条又长又直的路上 他们比较会有充斥或飙车的快感 连途就会有很多飙车组 事发在新北市卢州环堤大道 18号凌晨两点多 年轻人聚重飙车 民众报案后警方立刻赶到 途中还有嚣张歧视 对警察按喇叭挑衅 年轻人在大半夜飙车 警方现在已经钓鱼监视器 锁定六名骑士 夸张行径 现在不止要吃上罚则 还涉犯公共危险罪 记者三位林朝贤 新北市采访报导